王者荣耀 貂蝉的背景故事 他是乱世中的五姬 被养父嫁给了吕布 他知道自己并不爱吕布 一天在一片竹林中 遇到了一位赢甲蓝衣的年少将军 便求将军带他离开 将军承诺 只要貂蝉帮他除掉吕布 就带他离开 就此貂蝉留在了吕布府 吕布带他很好 向他表述真情和爱意 但貂蝉的心里 只有竹林中的那个身影 回想着少将军的承诺 终归拿着匕首 刺向了这个带自己很好的男人 房门被踹开 眼前就是那个朝思暮想的男人 但得知他只是为了除掉吕布 自己始终是个棋子时 貂蝉笑了 笑得凄凉 吕布却用最后的力气 伸手抚去他眼角的泪水 说道 可否 为我跳一支舞 感受着逐渐冰凉的人 貂蝉终归是放下了 起身翩翩起舞 脚下绽放着的红帘不断闪烁 一舞清晨 自此一带舞鸡 自尽身亡 累了就玩个游戏放松一下吧